想成功先发疯 无故的天下先逢 第一次负三弹 天内宅能够失败 开工 电影孤注一掷 是以电信诈骗为主题的一部作品 他把电信诈骗和诈骗集团背后的逻辑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认为主创者的野心不仅于此 本期咱们就来聊一聊 先说剧中两个被骗的高智商角色 张一星饰演的程序员潘生 出场就非常聪明而且自负 他为什么会被境外诈骗集团 骗去像奴工一样写代码呢 恰恰就是因为他这种自负 他在接受offer时 黑入进了孙杨饰演的中介人的手机 查阅了相关信息 并且检查过所有同学的员工背景 以他的专业水平增加了他的信息 但是问题在于 人类不可能是全部领域的全才 诈骗其实和魔术师的技巧一模一样 就是在你专业自信的领域 反复给你做验证 然后在你不擅长的领域里做手脚 另一个被骗的角色 王大陆饰演的硕士生阿天 他之所以陷入进了网络赌博的骗局 也恰恰是因为他在数学上的专业性 他用自己的数学知识 估算出了赌博游戏的必胜法 按这个必胜法 输光错钱的概率是10024分之一 这个数学公式本身没有问题 但他有一个隐藏前提 就是网络赌博 真的是完全服从于概率的公平游戏 玩家参与的性感核观在前发牌 整个过程都是被诈骗集团操纵的 他们可以一段时间让赌局符合概率 让数学家们弃下防备 养出杀猪盘后再操纵这个概率 所以当阿天真的连书后 他的大脑漏洞就起了作用 人类越焦虑的时候 越觉得小概率事件不会重复发生 从而冒险就这样 当阿天将失败归因于命运 而不是他身陷这套体系时 他就这样被体系完全操纵了 所以电影里永眉饰演的女警官 反复在宣讲 是否相信诈骗和智力学历无关 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其实在于人类历史上最顶尖的数学家 心理学家博弈 电影之所以用极快的节奏 限缩了角色情绪表达的空间 就是为了用案例打得观众 我才不会被骗 直这个反复导致人在被欺骗时 身心不移的这份自负 社会秩序的漏洞 电影中潘生阿天都以为自己 打交道的是服从社会秩序的人 最多是社会秩序里的坏人 所以只做了有限博弈后 就相信了对方 但是他们不知道 自己的对手是社会秩序的黑客 利用了社会秩序本身的漏洞 电信诈骗 用电影里的话说 发展到风险比贩毒低 利润比贩毒大的阶段 电影里用很大篇幅 讲述了诈骗团伙 内部组织结构 其中一个案例令人印象深刻 受害者被骗转账了800分之后 诈骗集团立刻开水房 组织全国各地几百个马仔 骑摩托车去APM 一比比的小账转额 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 像蚂蚁吃象一样 将资金分割殆计 对于诈骗受害者而言 总是觉得国家这么大 怎么就抓捕完区区的诈骗犯 但实际上 化整为零的诈骗犯 是与大众日常生活中 信任原则困绑在一起的 极端的措施会影响正常的秩序 而有限的警力资源 可以解决掉的 永远是异想部分问题 而且大部分马仔犯的都是清费 如韭菜一般歌而复生 这种资源有限的逻辑 在电影中跨国抓捕那一段 集中体现出来 中国警察在国外没有执法权 当地警察又和诈骗集团勾结 他们的侦查走访过程 伤害了犯罪集团周边村镇的例 凡是被当地群众围固 外国警方也不愿意投入 更多的资源配合 加上签证到期 抓捕行动一度要放弃 若不是因为内线消息 确定了诈骗集团的窝点 这部电影就会是另一个结局了 电影花了很多精力 展示这个逻辑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体育馆抓捕这一幕 一群警察控制了数身的诈骗者 他们都低着头蹲在地上 可是由于一个人掏枪攻击 被警方击毙 警方的威慑 马上转成了威胁 被控制的诈骗犯们集体逃跑 反而把警察打倒在地 直到特警入场 才最终停息 这反映了一个道理 社会秩序是通过杠杆来维持的 用较少的投入 解决较大的问题 一旦这个杠杆平衡被打破 人们习以为常的秩序 就会练势反应崩坏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群众无形 维护秩序 不能只靠专业的精英 更多的是要依靠 从秩序中获利的群众 当群众愿意为维持秩序 支付资源时 杠杆就足够牢靠 反之 如果只依靠少数精英的专业人士 那么这个秩序 则毕竟崩坏 电影中 警方都难以维持 反诈骗的秩序 诈骗集团 又是如何维持内部秩序的呢 与警方相比 王川军饰演的陆经理 所统治的诈骗集团 反而对成员进行了牢固的控制 而诈骗集团的控制手段 说白了 也就是无限暴力和企业文化 与国家机关的区别在于 诈骗集团 维护秩序的资源投入 都可以换算成利润 王川军饰演的陆经理 和孙杨饰演的阿财 是这个诈骗集团里的大小头目 他们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阿财负责拐卖人才 来到诈骗集团 对他们毫无留情的打打杀杀 第一层人想逃跑 轻则被打棍子 关铁笼 重则被竹签插手指 打断筒 而且王莽当众来自 这就是为了杀鸡敬后立威 而王重军呢 则负责用成功学的企业文化 给这些人洗脑 把这些挨打的人 笼络过来 好生好气的叫他们员工同事 要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获得拼一拼 四三代的财富自由 从而洗白上瓣 这是人类历史上 所有犯罪集团在驯服受害者时 供得策略 猖鬼逻辑 人类思维有感性和理性两部分 它并没有什么神秘的 也不过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精密机器 所以也可以通过黑客的办法去篡改 诈骗集团秩序的根基 是无限制的暴力 在暴力的侵袭下 良知尚存的人 都深陷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中 陷入至绝境 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本质善良的感性 先与理性死去了 尽管理性对自己融入诈骗集团的行为 难以接受 但是感性 却会因为从暴力下 狗且偷安 而感到庆幸 狗活的本能 使得人类的思维 在环境压迫下 长出了一个新的自我 服从秩序的自我 这时诈骗集团会施加各种物质强力 包括吃得更好 住得更舒服的 就像给树苗浇水一般 让这个畸形的新自我成长 诈骗集团将精心设计过的话术 灌输过来 用拼一拼复三代 财富自由之类的口号 用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代替掉旧用的与人为善的理性 当理性和感性都被暴力和成功诀重置后 这个人就完成了习岛 成为了诈骗集团真正的一员 毫无内疚的维护作娼起来 这就是娼鬼逻辑 而无法完成习岛的人肯定存在 他们则会被暴力赤裸裸的淘汰掉 直到整个环境中都是娼鬼 让维护作娼 变成了像阳光和空气一样 喜而易尽 细维成了秩序 这时整个诈骗集团就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小社会 电影《用一幕蒙太奇》 完美地诠释了这种娼鬼社会的调故 一边是被诈骗八百万跳楼的年轻人 家人为他痛苦欲生 另一边却是诈骗集团里 每天被虐待的奴工和老板一起放笔花开宴会 庆祝诈骗集团的大丰收 仿佛和自己都有官司 在这样一个娼鬼社会里 以富三代为名的成功学 塑造了诈骗集团内部的群中入线 以至于诈骗集团中层高收入的技术人员和性感客观 根本就不想摆脱这个囚笼 他们期待的是陆经理承诺的千分之三分红和财富自由 为什么电影要为反派赋予人性 阿财奉命杀死小逃亡的女主角安娜是 被这老板网开一面 把她放归了大陆 这才导致警方发现安娜 从而把这个诈骗集团一锅端 而在诈骗集团被倾脚时 做多端的路径里 却和张立新饰演的潘生协商 要让潘生把自己的女儿 冲到她藏起来的妻子老家去 这两个大魔头闪过的人心陷阱 也许会让有些观众不挤 为什么一定要给反派立这么一个洗白的人说呢 就不能来点纯粹的邪恶吗 其实这正是剧本的妙处 我们讨论了娼鬼社会的产生 根植于人性的漏洞和社会的漏洞 如果把这种娼鬼秩序 根植于一两个足够邪恶的大魔头 难免会让观众产生消灭邪恶的坏人 就能拯救世界的错觉 给这两个角色资予人性的量子 不只让他们一黑道理 恰恰是为了让观众反思 自恶的根源远比个体更加宏大 邪恶的娼鬼秩序本身 这个根源应该如何消除 在电影中反复地暗示了 陆先生不过是一个经理 他所做的一切都执行大老板负责 真正可以提供武装力量保护 让地方警察协助 让当地群中庇护的 并不是陆经理自己 而是背后的大老板 而这个大老板呢 则是这个地区的实权派 悠闲地打着高尔夫球 却控制了当地的经济 民生警察和武装 还利用赚取的黑金 寻求政治利益 所以最大恶极的陆经理阿财两人 不过也只是这个娼鬼社会里 高级娼鬼而已 他们之所以作恶更加彻底 因为他们的位置更高 反而看透了娼鬼社会的本质 电影中 女主角安娜 以为赚够五百万 就可以洗手上岸 殊不知 这么赚钱的金鸡 只会被拉去 瞎更多的蛋 张艺兴饰演的男主角 以为开发了一个 智能克服系统 便可以解放那些 一线推送诈骗消息的 奴工狗仔 却不知道 这些用脚投票的奴工 他们被录取了 一三万块一个人头 卖给了技术落后的 另一个诈骗集团 这一幕 像极了主角潘生 他在网络教育公司里 没日没夜的苦干 却因为职场逻辑 更美好的机会 用脚投票的结果 反而和身穿996T恤的同伴 走进了一个 更加暴力的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的成功学 根本就是骗人 目的是乍干这些 奴工诈骗犯的最后价值 而在这个猖鬼社会里 上层的猖鬼们 最容易知道 成功学骗局的真相 所以无论陆经理还是阿财 都在为自己留着退路 而正是因为 他们仍有点滴良心为民 才更容易让观众意识到 只有打破诈骗集团秩序本身 才可以解放其中的个体 那么经过上述的解读 咱们再来看 孤注一掷 我们会发现 重复展示了 三个层次的诈骗逻辑 第一层是诈骗受害者 他们因为人性的漏洞 相信了诈骗犯 许诺的小概率暴富 而不断投入更多的钱 给诈骗集团 榨干最后一滴 剩余价值 第二层则是 诈骗集团的底层诈骗犯 他们因为人性的漏洞 以为将诈骗集团的暴力臣服 有朝一日 可以靠骗狗钱而洗白上岸 但实际上 这些奴工 只是在诈骗集团的层层转白中 榨干最后一滴剩余价值 第三层 咱们这里就留个白 要不然这一期 估计得和谐了 这三层诈骗逻辑 像塑调音乐一样 层层推进 构成了一个层层相靠的 猖鬼社会 大猖鬼压榨中猖鬼 中猖鬼压榨小猖鬼 猖鬼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我觉得男主角攀升的自救动作 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原来像陆经理阿财这样的中层猖鬼 真正专精的是 诈骗集团的暴力和成功语 而不是生产力本身 身处一线的程序员攀升 反而是写下关键程序的生产者 他反而是有能力 在诈骗集团的程序里 埋下漏洞 将消息送给外界 所以诈骗集团的核心生产力 其实就掌握在猖鬼们的手中 他们远比自己认识到的 更有利润 只不过金森枷锁 更甚于物理上的牢笼 让他们以为这个猖鬼秩序 是不可动摇的 而不幸则是他们的命苦而已 所以在电影片尾的 真实访谈剪辑中 中国警方抓获这些猖鬼诈骗犯 把压迫他们的暴力解除之后 他们终于流下了被解放的眼泪 尽管是被抓捕的一方 反而如是重复 或许在那一刻 他们也在心底呐喊着 我终于解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